赵武凌王废太子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 太子这个角色可以说是重要而敏感 说他重要是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 太子能否顺利继位 甚至关乎到一个国家的稳定 说他敏感是因为太子这个位子的特殊性 使得老皇帝会随着自己的感情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所以历史上废太子的事情是有发生 而几乎每一次太子的废力 都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甚至会导致国家危机 既然太子的废力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皇帝 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呢 关于这个问题 司马光的资质通鉴又是怎样技术的呢 在历史上 很多皇帝在碰到要立太子的时候 由于情感战胜了理智 因此因为立太子而导致整个国家出现危机 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说在战国的时候 战国七雄当中 关东六国最后被秦国灭掉 对不对 在这个关东六国当中 赵国和燕国 这两个国家 它是同一年灭亡的 然后呢 司马光 在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做总结的时候 就指出 这两个国家曾经在同一个问题上面都犯过错 什么问题 就是在君主这个位置 国君的位置继承的过程当中 传递的过程当中 全都犯过错误 因此也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国运 我们先来讲这个赵国的例子 赵国曾经出现过一位赫赫有名的君主 赵武林王 赵武林王可以说是整个战国时代 最具有远见 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赵武林王胡服其色 这个勇于改革的精神 被我们写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上 是吧 但是这么一位有远见 有作为的君主 下场非常的凄惨 居然是被活活饿死的 而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起我们在第一讲当中 也提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帝王 梁武帝 南朝的梁武帝 也是一世英明最后被饿死 两个人和其相似 但是这两个人犯错的原因不一样 司马光全都总结过 梁武帝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自以为是闭目色听 不采纳正确的意见 这是他导致最后导致他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这个赵武林王呢 赵武林王的错误在哪里 赵武林王的错误就在于 立太子这个事情上犯了婚 赵武林王本来他立过一个太子 是他的长子 名字叫赵章 后来呢 他因为疼爱一个妃子吴娃 吴娃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么当然是赵武林王的小儿子了 名字叫赵和 因为宠爱吴娃 所以赵武林王后来在他的这几个儿子当中啊 就慢慢慢慢的偏向于吴娃所生的这个儿子赵和 对这个赵和更加的宠爱 后来呢 赵武林王就把原来这个太子 长子赵章给废了 重新立这个小儿子赵和为太子 赵武林王他为了专心于开疆拓毒 专心于扩展赵国的实力 专心于和匈奴人作战 所以他想早一点腾出手来 从内政上腾出手来 那么把内政交给自己的儿子来处理 自己可以专心的率领军队在边境打仗 于是他提早把这个国军的位置啊 传给了他的这个小儿子赵和 赵和就成为国军了 那么这个原来被剥夺了太子的这个位置的 长子赵章呢 分他为安阳军 你也得给他一个身份 给他一个位置嘛 对吧 你不能把他什么都剥夺了嘛 小儿子是国军 长子是安阳军 然后武林王自称为祖父 率领的军队专心的在边境上开疆拓土 但是因为赵和年龄毕竟小 赵武林王呢也有一点担心 这个小儿子他的权威够不够 是不是足以政府这些大臣们 所以有一次啊 赵武林王啊就让这个小儿子赵和 上朝接见所有的大臣 自己呢偷偷的躲在幕后观察 看一看小儿子听证 然后大臣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然后武林王在这个幕后观察的时候啊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他这个长子 原来被废掉的那个太子赵章 在向国君 在向他的弟弟造和行礼的时候 神色样样 非常的不愉快 非常的懈怠 可想而知啊 因为现在坐在上面的这个弟弟 原来他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父亲把他的这个太子的位置给剥夺了 让给弟弟了 于是现在变成弟弟坐在上面 他反而要向弟弟去实行这个君臣之礼 要去朝拜他的弟弟 这个心里当然不开心了 你要是一开始就没他的事情 一开始 赵武林王就是指定是由弟弟来继承 那他可能心里还没什么 对不对 问题是一开始他曾经拥有过啊 曾经拥有再失去 比你从来没有拥有过 这个心里更难受 对吧 所以他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或者说是比较懈怠的 比较不开心的这个情绪 让赵武林王观察到 顿时赵武林王对这个长子啊 产生了一种愧疚和同情 怜悯的心理 哎呀 你看这个大儿子 反而要去朝拜他的弟弟 真是可怜 再加上呢 这个时候赵和的母亲吴娃 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去世了 那么吴娃不在了 本来武林王是因为宠爱吴娃 兼急宠爱这个赵和 现在吴娃不在了 已经死了 所以赵武林王在心目当中盘算了一下 好像 哎 这个赵和跟赵丧都是自己的儿子嘛 也没什么区别嘛 对吧 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偏向于赵和了 所以他想 他要想一个办法来弥补这个长子 弥补赵章 曾经一度设想 把整个赵国啊 一分为二 让两个儿子分别作王 赵武林王曾经盘算过这个计划 但是这么做合不合适呢 你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 是不是还会像以前那么强大呢 这都是问题啊 会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混乱呢 所以想了想盘算了盘算 但是最终还是犹豫不决 没有下定决心 那么这个赵章 大家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赵章 赵章他本来拥有太子的身份 本来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继承 赵国国君的这个位置 莫名其妙被弟弟给抢了 而后来 附近曾经设想过 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分给他一半 那至少他还可以拿回来一半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事情好像又没有下文了 父亲又不做了 所以这个心里难受啊 越想越难受 所以呢 既然从父亲那儿得不到 他就想办法 那我就自己来争取 自己来抢 趁着一次 他的父亲 也就是赵武林王和弟弟 两个人一起到沙丘这个地方巡游的时候 发动了军事政变 先是组织了一帮人 组织了军队去攻打他的弟弟 杀死了他弟弟的府相 但是因为当时他的弟弟 毕竟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国君了 所以支持他弟弟的人比较多 最后还是他弟弟实力比较强 赵章被打败 受伤之后狼狈逃跑 这一下子就是走到绝路上去了 你已经反叛过了 发动过军事政变了 然后被打败了 那还有活路吗 赵章最后想了一想啊 最终只能还是再去求自己的父亲 所以就跑到赵武林王居住的这个宫中 向父亲求救 赵武林王最后打开宫门 接纳了这个儿子 接纳了赵章 但是赵和的支持者认为这个事情不能就此罢休 国君的权威怎么可以允许随意挑战呢 如果不把赵章彻底铲除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不足以立威 对吧 以后你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挑战国君的权威 随便挑战君主的权威都得不到惩罚 那这个国家还像样子吗 所以赵章一定要铲除 即便武林王收纳了他 所以这些人还是把武林王居住的宫殿团团围住 要拿赵章 一定要置赵章于死地 这个赵章呢最后呢 死在武林王的宫中 那么照道理来说目的达到了 赵章死了 这些围攻的人就应该撤围 但是这些人一合计说不对 我们不能撤围 为什么 以张固为祖父 既解兵 无数仪役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为了捉拿赵章 把祖父所居住的这个宫殿团团围住 这是对祖父的大不敬啊 这也是谋逆啊 赵章挑战赵何事谋逆 我们挑战祖父就不是谋逆了吗 所以如果我们撤围 把军队解散以后 祖父出来重新主持政局 我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全都要遭灭门之罪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祖父一起解决掉 但是 你直接去杀祖父肯定是不对的 你可以想办法把他给逼死 对吧 然后呢 通过操纵这个小国军赵和 接着呢 这些将领啊 就像那些啊 跟祖父跟赵武林王一起围困在宫里的这些宫人们啊 宫里的人嘛 下了一道命令 宫中人后出者疑 宫里的人听着啊 想活命的早点出来 如果你啊 你这个过了十线 再出来再被我们抓到就要灭门 这个命令一下以后 那些陪着武林王住在宫中里面的这些人 纷纷的往外逃 逃到最后就只剩下武林王一个人 在宫里面 饮食和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 到最后没东西吃啊 造武林王一个人在这个宫里面 狼狈到什么程度狼狈到只能探取鸟卵为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啊 但是三个月之后也最终饿死了 饿死在这个沙丘宫 赵国经此一难 也就逐渐逐渐走向衰落 赵武林王我们之前说 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 非常有作为的君主 但是最后他的下场啊 令人虚惜 司马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评论 司马光说 武林王不顾留俗 便胡胡习齐齐舍 已至灵狐灭中山 大起土雨 威家强情 可谓先君欲 即溺于避宠 欲分国已望二子 足每死沙丘宫 亦遇之为败也如此 大家看啊 司马光一上来 对于赵武林王的改革精神 是给予大家赞赏的 他赞扬武林王的这个改革精神 赞扬武林王是一代英主 甚至于认为赵武林王的这个做法 使得当时已经逐步逐步强大的秦国 也对他畏惧三分 但是可惜的是 赵武林王在立太子的这个事情上犯了错误 因为宠爱 无娃 迷恋美色 可以说在太子的问题上 感情用事 伤及国本 把原来的太子给废掉 立一个自己宠爱妃子的儿子 那后来呢 在各种决策上又非常的失误 想把国家分为两个 让自己两个儿子分别作王 使得两个儿子之间冰龙相见 自己最后生死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也是司马光借这个历史故事 对后代的统治者 一个警告 迷恋国色以至于动摇国本 以至于有这样一个失败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王怀一味地效法古代盛鹏 尧顺的善长 却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差一点造成亡国的危险 敬请关注江鹏品毒资质通鉴 赵武凌王的悲剧 可以说是因为感情战胜了理智 他的做法不仅让自己的两个儿子 成为了仇人 也使得国家陷入了危机 最终还搭上了自己的姓名 可以说他改立太子这件事 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中国上古的儒家经典中 姚顺宇之间的王位善让 一直是被后世传送的佳话 可是在战国时期 也有一位向效法姚顺宇善让的国王 他的善让不仅没有给他带来 万古流芳的好名声 反而让他的国家也陷入了多年混战 甚至差一点造成亡国的威胁 鲁家经典当中 关于中国我们古代上古的 这个天子之位的传授 有一个传说 传说 姚顺宇 这三个古代帝王 他们之间 这个王位天子之位的传授 是通过一种叫善让的礼节来完成的 什么叫善让呢 就是说以天下为功 不以天下为私 等到自己年老了之后 把天子的位置传给一个大家公认的贤人 选贤欲能 而不是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像后来那样传给自己的儿子 这里寄托着当时啊 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学者 以天下为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 那么这个战国时代 我们讲这个燕国啊 有一任国王名字叫快 这个国王大概是有一点舒呆子气 不仅相信 姚顺善让 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 而且还一心一意要模仿他们 所以这个燕王快啊 虽然当时立过一个太子 但是 他非常信任他的相国 这个相国名字叫子之 把这个国家事物啊 都让这个子之来处理 子之这个人非常有心机 而且也非常有权利欲 为了自己一步一步向当时这个燕国的最高权力接近 动了不少脑筋 所以燕王身边啊 这个燕王快身边 有不少替子之敲边鼓的人 一开始就有一个人啊 跟这个燕王说 人之位姚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 经王以国让子之 是王与姚同名也 姚为什么是圣贤 后来的人为什么传颂姚 就是因为他不以天下为私 把这个天下让给了顺 如果燕王您现在能够 以天下为公 把燕国让给子之 那你的这个伟大程度就跟姚一样 就能够万事流芳 燕王快一听 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为了让自己能够千古流芳 能够万事流传 这个好的名声 于是就把这个国家全权交给子之去处理 把这个政务交给子之 但是这个事情呢 并没有到此结束 为什么 虽然子之已经受到燕王的授权 来处理国家政务 但是他却并没有能够全面掌握这个国家 为什么 太子还在 当时太子手里还掌握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核心的权力 什么权力 人是任免权 其他的事情交给子之了 人是任免权还在太子手里 所以很多重要岗位上的人士 还是要太子来安排 那么太子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面 他一定会去更加重视任免他所信任的人 跟他亲近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替子之敲鞭鼓了 跑到这个燕王面前说 你看你现在啊 表面上说要把这个国家让给子之 让他去处理政务 但是事实呢 你的儿子现在还在掌握着人士任免权 这是天下为公吗 这个国家不还是你们家的吗 不还是以天下为私吗 你怎么比得上这个像姚和顺这样的圣贤呢 后来的人怎么会会怎么评价你呀 会怎么评论你呀 你这个处心积虑 为自己迎见千年之后的名声 后来的人还是会以虚伪这个词来形容你 这个燕王快啊 还真的非常听话 这么一套理论又把它给说服了 于是马上这个召集 召开紧急会议 让这些相关的官员 由他的儿子 由太子所任命的这些官吏 把这个印章 官员的印章给收缴上来 当时这个官吏啊 分成16个等级 燕王下令从十级以上干部 一定要听命于子之 不能再跟着太子跑了 这就是等于把这个国家非常核心的人事权力 也交到子之手上了 于是这个子之就能正式的 南面行王室 等到燕王快年老之后 失去政治影响力了 反而要向这个子之来称臣 那么这样军臣逆转的情况维持了三年 使得整个燕国一片混乱 混乱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也很容易找到 首先太子以及太子的那些人 肯定不服气 对吧 传说当中的善让再美好 它也不是当时 也不是那个时代一个通行的法则 这个燕国的太子 看着其他国家的太子都生生利利的 继承了国军的位置 成为国军了 凭什么他就这么倒霉啊 人到他 他父亲把这个国家让给别人了 什么事啊 这叫 对吧 肯定不服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他的大臣会服气吗 其他的大臣也不会服气啊 觉得你这个 你凭什么把国家让给他了 为什么不让给我啊 我也不比他差 甚至有些方面我还强过他 对不对 所以政治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啊 这个太子就纠合了一些大臣 纠合了一些将军 共同合谋 发兵去攻打这个子制 双方相持不下 兵龙相见 对峙了几个月 死了几万人 这个事情没有平息下来 在老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慌 这个内政混乱 很容易给什么 给境外敌对势力以机会 对吧 我们今天经常用这个词啊 境外敌对势力 当时也是这样 燕国南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齐国 齐国的国君 当时是齐宣王 就打算利用这次机会 来干涉燕国的内政 来做一些政治投资 于是齐宣王就派了一个使者 找到燕国的太子 对他说 寡人之国为太子所以令之 这是一个外交辞令 讲得非常含蓄 意思就是说 我们随时准备 听候你的调遣 就是说 我打算用军队来支持你 你说吧 想怎么办 于是呢 这个燕国的太子 就向齐宣王借了军队 在齐国的军队帮助下面 把子制给打败了 把王位给抢回来了 这个原先的老王 就是这个燕王快 也在这次混战当中 被杀生死 这个燕太子 把这个政权夺回来之后 你以为这个事情就太平了吗 接下去的事情更加棘手 为什么 有一句话叫做 请神荣誉送神难 齐国的军队来了 可就没有那么 轻易的走了 对不对 齐宣王本来的意图 就是想借助燕国的这次内乱 控制燕国 乃至于吞并燕国 军队已经开进来了 你说让他走 他就走啊 这叫什么 这叫前蒙驱狼 后蒙进虎 而且齐国这个敌人 比子制可可怕多了 难对付多了 所以啊 这个燕国一下子又陷入一帐 一阵混乱 那么后来好在什么 好在齐国和秦国之间 发生了矛盾 齐宣王呢 过了不久又死了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 齐国的军队才慢慢慢慢 从燕国撤队出来 否则这个事情还正不知 该如何收藏 很有可能 燕国就死就灭了 等不到这个秦始皇来灭他 这个时候就灭了 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存在 由于燕王快 贪慕虚荣 贪慕虚民 一向模仿姚舜善郎 给燕国造成这么大的混乱 差一点导致这个国家灭亡 对于这个事情 司马光有一个评论 司马光他说 王快目遥顺 以国受自知而败死 为天下孝 求名失实 乃至是乎 就是说求名失实 燕王快为了求这个名誉 求这个虚名 不顾实际情况 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贪慕一些虚名 然后呢 自己被杀生死 成为天下人的削柄 这个迂啊 迂腐的厉害 一个书呆子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个人 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面 作为一个个人的能力 总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任何人不要试图逆历史操留而行 之前两个故事应该说都是因为国军违背了继承人稳定法则 导致国家衰乱 这样的典型的案例 虽然在具体的表现上造武林王和燕王快有所不同 但是在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大宗政坛怪事频发 招魂葬事件 麒麟事件 日食事件 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暗藏玄机 司马光能够透过重重迷雾 发现问题的征集吗 一场惨败 司马光侥幸逃过处罚 他为何又寝食难安 痛苦万分 司马光即将迎来与王安石之间的强强对话 那么在两人恩恩怨怨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隐秘 敬请关注司马光第二部 汉高祖刘邦曾经一度想废掉台词 改立自己宠爱的妻夫人的儿子 可是最终他没有这么做 是什么让他改变了想法 请继续关注江鹏品毒资质通鉴 赵武灵王和燕王快 可以说给我们树立了两个反面的典型 他们一意孤行废太子的做法 不仅让自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同时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可见太子在一个国家中的角色是多么重要 可是皇帝也是人 他们也会有感情 当感情占了上风的时候 他们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关于这一点汉高祖刘邦可以说 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典型 他最终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倾向 避免使国家陷入混乱的局面 刘邦在登基称帝之后 当然也得立太子了 立的是他原配夫人吕志为他生的这个儿子 名字叫刘盈 也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汉惠帝 但是刘邦因为后来做皇帝了嘛 条件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后宫里面的女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晚年的时候宠爱一位弃夫人 长得非常漂亮 能歌善舞 而且也给他生过一个儿子 名字叫卢毅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叫卢毅 刘邦后来啊 心里就这个对于太子人选的问题 心里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想法 发生了改变 他对原来这个太子 也就是吕志给他生的这个儿子刘盈 有点看法 就认为这个儿子啊 人后是人后 这是优点 但是太懦弱 作为一个天子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如果啊 很多关键时候 你这个狠不了心 下不了狠手 他觉得这个不行 然后呢 看这个弃夫人生的这个儿子 卢毅 虽然年龄小 但是倒是有几分像他 在风格上面 再加上他更加疼爱 更加宠爱这个弃夫人 所以就在心里就盘算着 是不是把原来这个儿子给换掉 立卢毅为太子 但是经过多次试探之后 刘邦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什么 刘邦为什么最终会打消这个念头 关于这件事情 史记和资质通鉴当中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个对比啊 我们能够看到资质通鉴它的特点 作为一部帝王教科书 它重视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看史记 史记里面关于这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一个关于商山四号的故事 因为察觉到刘邦的心态发生变化 察觉到卢毅有可能取代刘盈 所以有一个人 她当然非常有危机感 谁呢 就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吕智 吕智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敏感性的女人 一个女强人 这个时候她已经率先感觉到了危机 所以呢 她就想方设法想保住这个儿子 于是她去找张良 刘邦最重要的谋事 在打天下的时候 刘邦对于张良是言听计从 所以她认为张良是一个可以影响刘邦的人 但是张良对吕智说 她说因为打天下的时候啊 要用到我的智慧 所以呢 祖公对我言听计从 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了 我说话是不是还那么管用 就不知道了 但是张良呢 给吕智出了一个主意 说有这么一个办法 你可以去试一下 她说 我知道有四位隐居的高人 这就是所谓的商山四号 四个人隐居在商山这个地方 四个老人 这四位老人 名望非常高 名重天下 刘邦呢也知道他们 而且非常敬重他们 但是 刘邦曾经多次的仕途请他们出山 但是这四个人一直就不来 那么张良就对吕智说 你要是能够想出办法 悲词厚礼 足够诚心 对他们足够尊重 说不定能够打动他们 能够说服他们下山来辅佐太子 到时候刘邦一看 自己召唤不来的人 居然开始下山来辅佐自己的太子 自己的儿子了 他就会认为这个太子 一定有特殊的能耐 所以可能就会打消费他的念头了 吕智听完之后呢 果然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请这个四位高士 又是送后礼 又是说好话 极力的体现自己对他们的尊重和诚心 这四个人被吕智派来的人 这番言辞这么厚重的礼物打动他们了 于是纷纷下山 来到太子刘盈身边辅佐太子 有一次 刘邦 设宴会 制酒宴会 请一些重要人物一起来喝喝酒 聊个天 那么当然太子也得去陪侍了 太子在去陪侍的时候 就把这四位高人带在身边一起去了 王教很奇怪就问他们 说为什么我一直请你们下来 你们不肯下来啊 现在跟我的儿子玩到一块了 对吧 我是皇帝啊 不跟我玩 跟我儿子玩 这四个人就解释 就回答 说陛下你这个人太粗鲁 动不动就要羞辱人 动不动就要骂人 我们这四个老者啊 年龄都是这么一大把了 平时隐居的生活挺好 干嘛到你这里来 要受这个屈辱呢 但是太子不一样啊 太子摘心仁厚 天下归心 对我们非常恭敬 所以我们愿意来帮助他 来辅佐他 听他们这么说之后 刘邦也只能对他们说 哎呀 那就麻烦你们 麻烦四老 以后好好地教育 保护我的这个儿子吧 等宴会结束 刘邦啊 募送这四个人离开 然后呢 就对在身边服侍的 这个契夫人讲啊 看样子不行 连这样的四个人 都来帮助太子 说明太子 羽翼已成 动摇不得 看样子 我们想把我们的儿子啊 啊 就这个如意啊 扑到太子的位置上去 有困难 这个事情好像是做不成了 那也就算了吧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意外惊架事件 先足忌其被盗 大臣当面羞辱 汉文帝如何处理个人与国法之间的矛盾呢 敬请关注 江鹏品读资质通鉴之 汉文帝的首城之道 司马迁的史记 把刘邦最终打消费台词 另立姬夫人的儿子这件事 归因于商山四号 这个故事多少有点传奇的色彩 可这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 却完全没有提这件事 而对于刘邦放弃费台词这件事 司马光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解读 在司马光看来 刘邦这样强势的帝王 他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几个老头 而在重大问题上改变主意的 那么司马光是如何看待 刘邦停止费台词这件事的呢 大家如果仔细看字字通鉴的话 大家会发现司马光这个角度 跟司马迁是不一样 司马光非常重视什么 非常重视大臣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强调了大臣们对于费太子 这个事情的反对 是促使刘邦最后放弃 这个念头的最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 这里面讲到一个御史大夫 周昌 周昌这个人啊 比较有意思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口吃 是个结巴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周昌啊 还是要在刘邦面前激烈的表示 自己对于如果他想要费太子的话 自己是激烈反对的 强烈反对 表示抗议 周昌就对刘邦说 臣口不能言 难臣七七知其不可 陛下欲费太子 臣七七不奉招 这个七七 我们有个成语叫七七爱爱 就是用来形容 说话不利索 说话结巴 有这么一个成语 这里的七七就形容 这个周昌啊 又着急 又讲不出话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样子呢 把刘邦给逗乐了 这是知识通奸里面 重点叙述的一个事情 除了这个之外 还讲到当时有一位 鲁学大臣名字叫苏孙通 苏孙通这个人 在历史上是圆滑著称的 那么最后 这个苏孙通对刘邦说啊 太子天下本 本一遥天下震动 奈何以天下为戏乎 苏孙通他说 太子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 你就根本一遥 国家就会动荡 这事情是可以开玩笑的吗 是不能开玩笑的 借着苏孙通的这一通发言 最后司马光对这个事情啊 做了一个总结 在子通界里面 司马光说 十大臣故争者多 上知群臣皆不复造亡 乃举不利 故争就是坚决的去抵抗 坚决的反对 坚决的要保护这个太子 这些人里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周昌 苏孙通之外 比如说像非常重要的像张良 也是持这个意见 所以最后 刘邦为什么会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他知道 大臣们都不支持 这个欺负人的儿子 奴役 如果说自己硬要去做这件事情 把奴役推到太子的位置上 等到自己死了以后 奴役做皇帝了 这些大臣们 也不会真心实意的 服从他 支持他 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 会导致围绕着这个皇位 又一次发生争夺战 你这不仅是害了这个奴役 不仅是害了赵王 有可能会断送 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个江山 所以大家看 司马光他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因为你一个决定 必须要有这些资助 朝廷的资助们 这些大臣们 他们的认可 因为儿子是需要他们来辅佐的 而不是光是四个 徒有虚名的隐士 那这样来解释呢 就比史记的商山四号的故事就合理得多 司马光在资助通鉴当中 为什么如此重视太子的这个人选啊 这个继承要符合一个稳定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的这个权力是金字塔结构 皇帝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 如果说允许一个有实力的人 有野心的人 允许这些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只要你有实力 就可以去争夺这个权力的话 那天下一定是大乱 一定是名不了身 那么作为皇位的继承者 作为这个太子 作为这个国本这么重要的人选 随意的破坏大家公认的原则 随意的去撤换他 凭着自己的喜好 来决定王位如何传承 是引起混乱的祸根 所以司马光非常反对 在资助通鉴当中多次强调 继承人他要秉持一个稳定原则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